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17日 星期五 我們這一節就要跟大家研究 這個香港的首富 香港首富李嘉誠 是不是又有新的搞作呢 李嘉誠是不是真的 將一些不說得出口的東西 繼續用藏頭絲 繼續用隱藏密碼的方式 將他想說的東西說出來 這個就是 趙張 就是 李嘉誠的成功之道 成功之道有五個關鍵的字 應該把這個文章跟大家分享 讓大家再自己判斷 李嘉誠這個說法其實就不是今天走出來 李嘉誠一向就說他成功有五個 關鍵字 第一個就叫做尊重 第二個叫做自律 第三個就叫做準備 第四個是學習 第五個就是最受爭議 尤其是對於中國共產黨 最怕就是這個字 這個字就叫做顛覆 現在用這個字可能就會被控 違反國安法 如果用李嘉誠五個 成功的關鍵 去搜尋 那麽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看大陸的網站 本來大陸裏面有大量的文章 以這個李嘉誠 做榜樣 曾經李嘉誠 這個香港的首富 就是 全世界 尤其是這個中國大陸內地 就是 當他就是一個偶像 一個成功的典範 再去到今天 你再去搜尋這件事 你會發現有大量的文章 明明是五個關鍵成功 變成了四個 最重要的部分 顛覆 被刪除了 換句話說 就是被荷蟹了 所以今天對於中國共產黨 這個字眼 就是一個敏感詞 最近就是 李嘉誠 在香港的情況之下 李嘉誠這五個 成功的關鍵 又再次成為這個焦點 很多人這個時候就拿回李嘉誠的五個成功 出來說 曾經聽過一句話 雞蛋 是從外面打破的就是食物 如果從裏面打破 就是生命 人也是一樣 這個如此有深度 如此有 如此有所謂張力 這個說法 到底是出自哪一把口呢 原來就是來自亞洲的首富 閃亂了21年 香港的首富李嘉誠 說過一句話 意思就是從外面打破的就是壓力 假如如果從裏面向外打破 就是成長 如果你只是等著 其他人 從外面 打破你 你 就注定成為人家的食物 如果你能夠從自己 從內部向外打破 你就會發現自己 就是一種重生 這個說話 當日 李嘉誠說的時候 也可能還未發生這個時代革命 如果從 政治的角度去說 甚至乎從軍事的角度去說 你也會覺得 這幾句話 細心一點想一下 很有味道 香港2019年可以說得上我們自己 從我們的內部向外打破 換句話說一次 重大的突破 甚至乎一次主動出擊 假如我們是被 人從外面 進攻 然後 打破我們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被擊敗了 這個就是講到我們後面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 用這句話去比喻 都有貼切的地方 這一節我們嘗試一下 從李嘉誠的 成功哲學討論政治的 涵意 每每從螢幕上看到李嘉誠 總是戴著一副黑色方框 的眼鏡 而眼鏡的後面 眼睛總是因為微笑 顯得 他的眼睛就是 很小 因為正在微笑 李嘉誠 從14歲開始 就在茶樓擔任跑腿 少少年紀了 已經看盡人情冷暖 也深深體會到 想要做好生意 就是要先做好學會做人 成功 總是注意到微笑的時間 就是要延伸 一個人的成功和失敗 可以說跟微笑 有著很大的關係 我們繼續要跟大家說說五個關鍵 關於李嘉誠的成功 所有人 都會 形容他一本會行的書 除了知之不倦 繼續勤力讀書之外 他還特別提到 他之所以 不失敗 可以成功 原因就是因為他有五個關鍵字 這五個關鍵字就是 剛才所說的 就是尊重 自律 準備 準備 學習 顛覆 顛覆 關鍵詞一 尊重 李嘉誠對人的尊重 就是比起一般人 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個說法 我很久之前也有聽過 李嘉誠對人家相當之有禮貌 如果你是他的客人 甚至乎是送你離開的時候 就會送到你出去門口 一般 世界的理解就是覺得大老闆 不會對人那麼客氣 甚至乎對人應該就好像很冷淡 李嘉誠做人就不是這樣 就算 他 明明是超級大老闆 而且是首富 如果他當你是客人招呼你 甚至乎 就會送你送到門口 換句話說 待人處事就是用心 去待 不會因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老闆 不去 跟別人 用真心來接觸 又或者 令人感覺你就是非常之尊重他 這件事當然能夠使得在商場上 非常之有利 令到原本可能不想跟你合作 或者有些東西不想益你 都會變成因為你做人處事的態度 你尊重其他人 或者其他人做得 沒那麼好的時候 你就優先 考慮給他機會 如果套用在我們香港人身上 我們有沒有甚麼可以學習呢 其實絕對是有的 這個就跟我們一直所說的一樣 我們一定要 讓全世界知道 我們尊重其他人 別人也尊重我們 換句話說 就算是抗爭的過程 一定要爭取其他人的尊重 怎樣可以獲得 其他人 其他世界各地的人的尊重呢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示範的作用 令人覺得你不只是為了自己 不只是自己的地方 爭取民主自由就行 實際上 相同道理 大家是建基於價值觀 所以 當有不同的地方 爭取相同的價值觀 大家就是盟友 大家就是朋友 一定要 顯示給別人看 我們非常尊重別人 成功第二點 自律 李嘉誠長時間以來 維持著兩個生活習慣 永遠都不改變 第一個就是睡覺之前一定要讀書 不是看一些專業的書籍 只是看一些普通的書籍 盡快看到裡面一些關鍵的東西 換句話說 每天就看少許書 學多些不同的東西 第二個 晚餐之後一定就是看電視 而看電視不是看TVB 而是 看英文台 換句話說 每天就是看20分鐘 英文台 掌握著這個世界 時事 update的東西 跟全世界可以溝通 這一點很可能的 今天 就是政治不正確 竟然有中文節目 走去看英文節目 真的居心叵測 從 李嘉誠的這個 習慣看起來好像很微不足道 但是放眼在我們自己上面 如果我們每一天 都做一點點東西 每一天我們學習多一件事 舉例大家如果是 想光復香港 每天我看多一個國家 到底怎樣爭取 民主自由 又或者 看多一個地方 歷史是怎樣演進 那麽你就會其實可以學會很多 不同的 情況 你可以拿來 參考 所以 其實這件事 我們因為在做時事節目 每天都在做相同的事 盡量每天 去看一些新的東西 最好看一些自己不懂的東西 這個世界 學習的東西永遠都不會完結 同樣地 現在對於香港人來說 也很多都適用 如果你每天來到 一個新的地方 你每天晚上看最少30分鐘 英文節目 一定能夠令到你的英語水平 大幅提升 對於我們繼續 往後在全世界 跟著不同的人溝通 也有很大的幫助 第三點 第三點 準備 熟悉李嘉仁的 李嘉誠的人說 他有很強的危機意識 一直 都是做著未雨籌謀的事 幾乎所有的時間 考慮將來 到底會不會有某些事件發生 亦不斷假設公司 現在處於疫境裏面 不停地反覆問自己 到底如果出現問題的時候 到底要怎樣解決 沒錯 最重的重點就是 如何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李嘉誠就是相當之了解這件事 人就是如此特別的 你處於安逸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想有甚麼危機 但是你處於危機的時候 就會激發你 增加你解決問題的能力 所以 如果處於完全的安逸狀態 其實 對於 成長就是沒有用 其實一切的時間 你也盡量讓自己好像陷入一些危機裏面 陷入一個逆境裏面 你就會知道怎樣解決問題 現在大家都不用說了 當然就是陷入絕對的逆境裏面 很多人在逆境裏面 有些人 會有激發出力量 但是有很多人 實際上就是經常被逆境 激倒 同樣道理 我們從 19年到現在 經歷了三年 現在絕對可以說是處於低潮和逆境 在逆境裏面 我們看到 有些人就是自強不息 為未來 做好準備 也看到很多人在逆境裏面 垂頭喪氣 自暴自棄 完全 放棄機會 甚至乎根本沒有機會贏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所謂準備 處於逆境 也是一個心理的準備 我們清楚看到就是兩種人 當然會有截然不同的後果 他們的結局當然會截然不同 所以剛巧這件事也跟我們說話相當符合 我們應該 在一個逆境裏面 做好充足的準備 尤其是現在我們是逆境 更加需要發揮我們的能力 第四點跟 第二點有點相似 說的是學習 任何時候都需要學習 學習 學習 學習和學歷是兩種東西 知識 和學歷都是兩種東西 學習 你要學習的是知識 不是需要存學歷 學歷就是給你在社會上 社會階梯 要逼你去分類 你去求職的時候 就要做一些 分類 換句話說 學歷永遠就是用來找工作 而這個 知識永遠就是你可以用來使用的東西 當然我們在幾年之前 有很多東西是完全一竅不通 經過慢慢學習 有很多東西你原本說不懂 實際上一樣是可以學得懂 又有多少人在2019年之前 知道 其實汽油彈是怎樣製造的呢 所以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對未來 做出否定 有多少人可以在2014年 預計到 2019年 整條街 的抗爭 會那麼厲害 有那麼多人會扔汽油彈 這個在2019年你想像一下 沒有人會相信的一件事 換句話說 其實除了學習 還要保持著有突破性的思維 不要永遠覺得過去是這樣的 未來就一定是這樣的 要保留想像力的空間 這跟第五點說的也一樣 就是顛覆 你 不膽 擁有 超越一般人的想像力 怎麼會有機會使得那樣東西可以發生呢 所以 這也是一點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夠膽顛覆 這也是李嘉誠的 非常推崇的企業管理模式 就是要 做一些其他一般人 不敢做的事情 這個就叫顛覆 當然這個也不是要神化李嘉誠 只不過是李嘉誠的五點 值得拿出來討論 絕對不是說李嘉誠說的話就一定對 其他人說的話就一定錯 不過你又可以理解成為 李嘉誠正正因為他掌握著某些重點 似乎跟他的成功很有關係 當然啦 如果你要蓋觀定論 如果你真的要去 說 其實李嘉誠還是在世 你能不能夠說李嘉誠每一件事都很成功 又或者 因為他現在 政治上面的失敗 就說他是永遠是一個失敗者 實際上我們其實真的不能夠那麼短視去看 如果你說今天因為李嘉誠 投資上面失利 政治投資上面失利 你就把李嘉誠過去的成功 全面否定 其實這個說法也是一個 非常之膚淺的做法 實際上 李嘉誠一日還在生 跟我們大家一樣 一日一場遊戲都沒有結束 換句話說 我們還有機會翻盤 還有機會追上來 我們今節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到底李嘉誠有沒有 在 他那個 訊息裏面意有所指 這個就要大家判斷了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幫我們支持六部曲 每日自律一點 支持一下黃色媒體 做好充足的準備 繼續 看新的東西 學習新的東西 請大家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幫我們播放 我們今節說到這裡 拜拜